大学内外美食多 五元十元吃个遍 东南西北口味多 浅挺烧烤任你选 舌尖上的这大 带你搜寻校园内外的人气美食 这临近开学啊 大学食堂也是整修一番 相信食堂是每个大学生就餐的主要去处 咱们紫禁岗的食堂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那么现在在我们背后的呢 就是号称亚洲最大的食堂了 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同学们 我们现在所处的餐厅 就是人气超旺的休闲餐厅了 这里的饭菜种类繁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们全都是自选式的 大家看 不同的饭菜放在不同的小盘中 你可以尽情挑选自己喜欢的饭菜 在休闲餐厅的东面 就是我们营业时间最长的风味餐厅了 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随到随吃 从盖焦饭到削面到麻辣烫 生煎各种美食浸在你的舌尖之上 那么在新生报道期间呢 风味餐厅作为我们的新生报道点 大家看虽然今天仅仅是19号 可是已经排满了前来报道的新生们 煮食堂的二楼大家首先看到的是清真食堂 这里的工作人员可都是正宗的穆斯民 他们操着一口带有新姜姻的普通话 热情地招待着这里的同学 这里的饭菜充满着浓郁的西北风味 想吃面食或者自安羊肉 这里可是最正宗的 在煮食堂二楼的东西两个食堂 属于快餐模式 已是传统的大学食堂模式 这里的饭菜量足实惠 午饭不晚饭时间各个窗口前 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 从一楼食堂坐升降电梯 我们可以直接到达三楼接待餐厅 这里是点菜式的 也是可以付现金的地方 是宴请同学和家长的好去处 除了煮食堂 在紫禁港中还分布这两个极有特色的食堂 一个是靠近西教学区的灵湖餐厅 这说到灵湖餐厅 不能胡去的就是二楼餐厅了 这是这大极有小资情调的餐厅 沙发 胡堵桌 悠扬的音乐 惬意的环境让你流连忘返 这里有各式中西套餐 铁板鸡扒 铁板猪扒 是这里的招牌套餐 最近推出的日本料理是相当受欢迎的 一楼除了盖焦饭以外 砂锅和蛋煲饭也是相当不错的 每到下课时间 来这里吃饭的人特别多 除了饭菜可口外 灵湖餐厅还有一个杀手锏 那就是靠近教学区 方便啊 再往南走到医学院 在医学图书馆外坐落着麦香餐厅 总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远离喧嚣的银室一般 在医徒学霸一番 很方便的就能去麦香吃饭了 餐厅里的氛围忧尽而小资 意大利面和海鲜蛋煲饭可是众多食客 领利推荐的饭菜 当然了身处紫金港这块宝地 除了食堂还有其他的选择 在各学院外就有很多的起征便利店 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蓝田学院外的起征便利店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这里面的店员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来说 学生来购物有几个高峰期 一个早上还有中午晚高峰 那一般这几个高峰期 哪些商品销售的比较好 早上的话可能就牛奶跟粽子 还有面包之类的 然后中午的话就一些 可能他们买的那种饼干什么的 跟晚自习下课都是一些休闲食品之类的 在寝室里肚子饿了 又懒得去食堂吃饭怎么办 手指一动 无论是电话还是网络订餐 外卖直接就送到寝室楼下 相当方便 没到吃饭的时间 肚子又抗议了怎么办 你还在买流食装饰吗 在紫金港你还有一个好选择 教学区和学员外的奶茶店里 供应着各种茶点和面包 当然食客的足迹不仅仅局限在校园之内 学校周围也有许多物美价廉 食品可口营养的好取出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 在蓝田学院的后面呢 有一个小门 乍一看这后面好像是一个小区 其实呢这幽静的背后还隐藏着众多人气旺盛的店铺 从北门一直往北走 就是众多学霸自习归来夜宵的好取出 这里的沙县小吃 简单的几块钱就能保你吃饱 麻辣烫更是快捷方便 另外各种小粥更是女孩子们的最爱 从北街入口向东走的这条街的一大特色 就是集中了各种茶点铺 在这里不仅可以聚会 看书 还可以利用店内的无线网络 投影仪等资源来写论文开会 这条街上更有每天晚上8月以后 就半价销售面包的面包房 与北街的邮警截然不同的是 从校医院的后面出去 有一处热闹的街道 堕落街 吃的喝的主食复食 应有尽有 你可以选择在饭店就餐 也可以选择在路边的特色小摊购买后 边走边吃 与好友随便吃时 可以选择堕落街的铁板豆腐 老牙粉丝汤 聚会时则首推重庆鸡光宝 东北一锅书阿宝披萨的 这里的物品不仅物美价廉 而且有单间可供选择 听我说了这么多 肚子饿了吧 还不快去尝尝 校园内外 种类繁多 总有一款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